前方发现雷长 爆破组 迅速前出破除 炎炎夏日解放军高调军演 找来隶属东部战区的第73集团军 模拟多兵种对抗 演练过程中 红蓝双方所属侦查 装甲 弓兵 炮兵等多个兵种 一体联动 似乎想与我军的汉光39号 士兵操演隔空较劲 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动作平平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月初还亲自视察 舰长立刻响起如雷掌声 就连不在场的士兵 都得乖乖透过远距收看习主席讲话 正在野外助训的海军某部官兵 通过广播电视收听收看习主席重要讲话 在武警新疆总队 官兵聆听了习主席讲话后表示 确保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台湾国防部公布最新共击动态 正时截至14号上午6点 又有30架共击绕台 当中有17架越过海峡中线 不让中共把台海当内海 美国前一天才派出P-8A海神式反潜机 沿台海中线飞行 以展现对自由开放印太区的承诺 美国P-8A海神反潜机 每台造价2.9亿美元 最大航程8300公里 可用作海上巡逻侦察机反潜作战 上头更搭载5个机内弹舱 和6个机外武器挂载站 CM过去曾曝光P-8A的那一部画面 当时飞机正在南海飞行又碰上 向占地为王的解放军 南海议题依旧是这两天东协外长会重要焦点 最新发表的东协联合公报 也关注解放军在南海填海造地的活动 并痛斥这种行为不仅危害区域稳定 也破坏海洋环境 会议期间重头戏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大陆外示范主任王毅的场边会谈 但两人眼神几乎没有交集 场面略显尴尬 同样是握手王毅与俄罗斯外长 可是顾望了好几秒 整体气氛看得出明显差别 然而中美关系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美国微软公司周三才揭露总部设在中国的 骇客组织入侵二十多个组织电邮账户 受害者包含美国国务院 就连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跟着遭殃 也难怪先前的北约峰会上要多次点名中国 不满被北约严厉警告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改在推特反抢 他投出一张写着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爆炸画面 反控跌覆国际秩序的人其实是北约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